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就像一个人从来不吸烟 别人来叫你吸烟 你不会去吸烟的 你这个人经常想吸烟 或者有时候偶然的吸一只抽一只烟 那么有别人说我送你一条香烟 你很快就吸烟了 这就是我们心中要无私 天地都很宽 那么外学也不能入侵 所以我们学博人要勤修定力 定力是什么 不管来了什么的苦和难 我们都有定力 不被所见所获 也就是说你今天眼睛看到的 都不一定是真的 别人告诉你这个好了 那个不好了 你眼睛看到了都不一定是真的 要用智慧 从内心来感受这件事情的真实意义 举个简单例子 别人说你家里的爸爸或者妈妈 什么怎么不好 你自己就算回家看到了爸爸 怎么做这件事情 爸爸为什么这么做 对不对啊 人家说你爸爸在外面捡东西 捡人家扔下来的东西 因为你家里条件不好 你回到家一看见爸爸 真的是把捡来的东西拿出来了 你心里会很讨厌父亲 父亲你为什么给孩子我丢脸呢 你为什么在外面去捡东西 让别人看见这么丢脸 其实父亲是因为想接约 捡点东西把它卖掉 然后多一点钱来养婚礼啊 所以有时候父亲的父爱 母亲的母爱 那是慈爱无疆啊 所以我们眼睛看见的 都不一定是真实的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恶 也不一定真实的 所以菩萨让我们要用智慧 来理解你今天所做的事情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不管什么事情 要在定中才能产生智慧 你今天定得下来的人 你就会由智慧产生 你定不下来 你就没有智慧可言 修行人 修行人要用无畏的精神 什么叫无畏的精神 能够布施出自己的时间 布施出自己的微薄的力量 钱财 还有我们说法布施 财布施 还有无畏布施 这样你才能懂得这种精神 你才能弘法 才能有真正的善良的意义 所以要懂啊 所以很多 很多父母亲为门 小的时候付出的很多 就像师父现在 为很多的弟子 想到付出很多 但是很多孩子根本没感觉 就像你们很多孩子 从小长大 爸爸妈妈为你们付出很多 你们也是没感觉的 学了佛之后才知道 父母亲的不容易 所以学佛 一定不能受到外境的影响 不管别人说什么 你自己内心 要有一颗真诚的心 要有一颗坚定的心 不要被境遇的变化 让自己的心也随着变化 很多人耳朵更软 就是一会对这个人好 一会对这个人不好 因为别人说他不好了 你就对他不好 你造成了他 对你的伤心 因为你这个人 被人家一说 你就变化了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 要改变自己的心态 不管发生了 什么不好的事情 一般的人 都是很难控制自己 很难控制自己 躲过劫难这一关 而我们学佛的人 不管碰到什么了 首先我们有坚定的信念 观世音菩萨会慈悲保佑我们 我们是好人 我们是善良的人 菩萨会护佑我们 我们能够为众生付出 我们一定会消灾解难 因为我们有三大法宝 我们慈悲度众生 所以这样你才会有一个 内心当中的平安出现 所以希望大家要观心 观就是观自在 观世音菩萨的观 观心就是你经常看看 你自己的心啊 你关注下 看一看你自己的心啊 你是不是善良人 还是一个恶人 你做的这些事情 你的心要看住自己 不要让他看见有利益 马上就忘记了 什么叫慈悲 有名誉就忘记了 什么叫道德 所以师父让你们要懂得 不要自己内心随着外境 而产生变化 这就是师父的座有名 不管外面有多少的欲望 你要无欲 你要随着自然 就是随缘 你的心静如水呀 不管发生什么 水还是在照样的流淌 所以无欲才能自然 才能心如水呀 所以要平静 不管相处什么 都要处事不经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人有委屈了 有愤恨了 有嫉妒了 这些都是你身体上 产生出来的一种毒素 要把这些毒素 好好地管控一下 你有时候 心一松 毒素 就开始清除你的机体 如果你用自己心中的正能量 它就不能进入你的身体 有的时候 你让这些嫉妒啊 称恨啊 烦恼啊 进入了你的内心之后 你会变了一个人 所以要学会调伏自己的身心 自己的心情 修人卢 修波罗蜜 一切都会过去 如同过眼云烟 如同沙滩上的脚印一样 当你走过沙滩的时候 留下了你的足迹 当你在回头的时候 一阵海浪 把你的脚印全部打完了 所以人生要心宽广 用智慧每天 冲洗自己的内心的毒素 不要让自己内心的这些毒素 给自己的灵魂带来污染 每一天 要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 救度众生之心 能够让自己的灵魂保持一种清静 所以大家知道拜师 实际上并不是拜师父 而是拜我们大慈大悲的 大智慧的 我们说佛道 菩萨要你们守住戒律 要懂得今天出来学佛 就是自我尊重自己 因为我要改变 我不能像过去一样这么颓废 我不能自暴自弃 我今天要想得到别人对你的尊敬 首先要自我尊敬自己 给自己一个空间 不要走偏 佛法一定要昂首挺胸的往前走 你们现在有师父 最好跟着师父 好好的往前走 因为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不可得 宇宙真理永不会变 那就是苦空无常 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人的烦恼 就像六祖会能讲的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我们人本身就是空的 我们人来到人间 脑子都是空的 而是后面那些自然的现象 装进了我们的思维当中 装好的 你的心就好 装坏的 你的心就不好 所以明镜 就是你的心 像一面镜子一样 希望你们每天 拿着这面新的镜子 照到五蕴皆空 去照那些善良的 慈悲的 那些好的东西 那么你的心中 就拥有了慈悲 善良好的东西 如果你今天去造了尘埃 那么你的心就拥有尘埃 如果你的心本来就没有尘埃 那你到哪里去惹尘埃 举个两大例子 单位里几个同事正在争吵 你不管他 你这个人什么事情都不喜欢管他 你怎么会有烦恼 你怎么会去参与在这种自私的烦恼之中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没处惹尘埃 没处惹尘埃 所以慢慢要懂得 我们在人间不要太介意别人对你说什么 学佛人心中有佛 人间一切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所以希望大家管好自己的内心 多去帮助别人 不要介意别人说些什么 不要扭曲是非 所以有些人不思要看人的 说话喜欢看人 好话要对我喜欢的人说 不好的话去专门骂那些 我不喜欢的人 这种人心中就是杂念怨情 杂念怨情 然后呢 不争恶人 不去对那些坏人 有这种自己辨别的能力 这种感觉 所以菩萨的慈悲 是人伤我痛 今天你哪怕是个恶人 我也要救你 今天你是个不好的人 我能救你 我就救你 所以 世间 有很多的人 一边在救人 一边在自救 你就成为了一个 世间的自在人 而我们学佛人 很多人在 自己的偏见的时候 对别人 有不好的想法 有偏见的时候 还以为自己在思考 还以为自己在 拯救世界 还以为自己 说的这一套 能够让别人理解 你们去看 很多人说话 说不清楚的人 他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他讲得很快 他觉得他讲得很好 但是讲完之后 对方眼睛 懵懂懂的看着他 没听懂 但是你去问 说话的人 他一定 认为自己全讲明白了 这就是人的意识 不一样 所以希望我们学佛的人 要永远看到希望 看到光明 要活在自在和超越现实当中 如果你经常想到 我以后会好 我未来会更进步 我的一切会越来越美好 你经常这么想的话 实际上你就是在学佛当中 超越了自己 我们说就是修的出世法 你去看那些法师 他们之所以能够出家 他们就是超越了自我 人间的烦恼啊 人间的明文立扬啊 一切他都不要了 他放下了 他得大自在 所以学佛人要学会 宽恕众神 不认他有多坏 或者他曾经伤害过你 或者他曾经通过别人伤害你 一定要学会放下 你才能真正的快乐 你每一天活在记恨别人当中 你会越活越记恨 越活越痛苦 因为这世界 师父告诉你们的真相 这世界本来就是很痛苦的 你想在这个人间寻找 永远的不痛苦 那只有出离这个世界 否则你在这个人道 你永远会痛苦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人生需要四种修为 四种修为 人家说修心要有修为吧 有 那么什么样的修为呢 有四种 今天师父告诉大家 哪四种修为 一是忍得过 什么事情要忍耐 而且要自己让自己过去 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经常讲 忍得一时之气 消得百日之灾 你当时忍耐一下 你可能几个月之后 人家就不会找你算账 你今天在别人面前 站了上风了 你骂了他了 或者你赢得了一些短暂的面子 可能在他的心目当中 他就记恨你 可能会给你找来日后的灾祸 所以消得百日之灾 忍得一时之气 能忍的话 这个人是有智慧 而不代表他的懦弱 第二种修为 是什么事情要看得破 今天这件事情 别人伤害你了 你看破他 他是无益的 更要原谅他 他是有益的 可能我上辈子欠他 或者我这辈子 这件事情没有做好 在很久很久以前 积下了 接下了这个音 所以学会淡定 要看破红尘 就像要学会 看破我们年轻时候 做的那些事情 今天一去不复返一样 要看透人生以后 能够依然的去热爱人生 热爱现实的生活 因为我要借家修真 我要在这个人世间 去做菩萨的事情 我来到人间 不是为了来烦恼 不是为了来痛苦的 而是为了来解脱自己 帮助别人的 你这样的心态 你才能算看破 第三 是拿得起 什么叫拿得起 就是做人要有担当 师父经常跟弟子们说 做错事情没关系 承认的人就是有骨气 菩萨都喜欢 能够说自己错的人 这个人有勇气 不逃避的人 这个人不妄语 是自己做错了 承认 这种人会得到 别人的赞赏有加 所以这件事情 我居然答应了 我拿得起 今天做错了 我要跟别人说 对不起 直直地面对着自己的人生 做错了 可以改 而你在内心 而你在内心当中 掩饰自己 撒谎 吹牛 犯戒律 你就 人格 遭到了破坏 四 是放得下 放下 放下什么呢 不是说单单的 你有这个东西 我叫你放下 哎呀 你跟人家争了一个东西 一个电冰箱了 一个什么东西了 哎呀 正好 这个放下 那不是这个意思 放下是什么 放下你的偏执啊 你对这个人有意见 你要学会放下 我不要看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过去对我不好 我执着 我一看见他就讨厌 你能不能放下啊 你现在开始 你看见他 可爱一点 可以吗 你觉得他在变化了 对不对呀 就像我们电台里很多的 这个秘书处的 有的时候 你看见他就讨厌 但是呢 你想一想 他经过师父的教育之后 这孩子在变化 你就要看到他 变化的 这个优良的 那个品质在改变 在慢慢的改变成 优良的品质 这时候你就要 心中产生变化 你要放下自己的偏执 要放下自己的记忆呀 因为过去的伤害 你的记忆 你要忘记呀 所以学会忘记 忘记别人的缺点 忘记别人 曾经对你的伤害 曾经对你的伤害 你是得到最大的一个受益者 你天天的不能忘记过去 你就不能离开烦恼和惆怅 还要放下不甘 不甘是什么 不甘心啊 为什么呀 我曾经认识一个老板 他破产了 他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别人叫他回来 我们这里这么多人都可以帮助你 他说我不混出个人样出来 我不回来见他们 我今天在外面不发财 我不会回来 最后他死在了外面 这就是人的执着不甘 因为你曾经有过钱 并不代表你永远会有钱 如果他懂得无偿 他就不会这么轻易的死了 所以人生要懂得放下欲望 平平淡淡 简简单单 无欲自然心如水 所以人就要学会这些 慢慢的才能懂得怎么样处理 怎么样处理 我们人 第一不能犯业 第二犯了业 要赶紧忏悔 有的时候别人对你的一次劝导 可以让你重新获得新的人生 所以有的时候 你能够听别人的劝 那就是你的福气 如果你们到今天还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应该怎么样 有很多的苦 那你就会越来越苦 所以最后师父跟大家讲 人有四苦 人的第一苦 是看不透 因为我们什么事情都看不透 其实人际关系的复杂 纠结 争斗 它都会有影伤的 什么叫影伤啊 隐隐约约看不见的伤痕啊 你跟这个人吵过之后 你说 虽然说 哎呀没关系 我们开个玩笑 算了算了 会有隐伤的 隐蔽的伤痛 所以一个人要学会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要学会平淡 知道任何的争执 任何的争斗 都会给你带来后遗症 所以最有智慧的人 要学会 宁静 所以一个是看不透 人第二个苦是舍不得 所以很多人舍不得 曾经过去的拥有 包括名啊 利啊 荣誉啊 这一切 都是在怀念当中 想当年我怎么样 想当年我怎么样 这个是一种虚荣 这个舍不得 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颓废 越来越提不起精神 用现在的话讲 就是想到处听到 自己过去得意的掌声 而现在没有了 还在回忆当中 这个舍不得 过去的那些荣华富贵 会让你伤心伤肺 伤肝肠 第三 是输不起 我们很多人输不起 为什么 一输掉 感情就受到伤害 一输掉 觉得人生惨败 实际上 实际上 人生只要跌倒了 再爬起来 就没有跌倒过 而真正的跌倒 是当你摔下去了 你不爬起来了 或者爬不起来了 那才叫真正的失败 四 是放不下 我们人放不下 自己已经走远的人和事 我们过去曾经有很多好朋友 我们有很多的好朋友 好人 用在心中记忆一辈子的事情 就像我们怀疑 怀念我们自己曾经的 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 父亲母亲 一样 这些我们放不下之后 只会给我们制造 心中更多的痛苦 所以学会放下 因为放下 会让你远离是非 因为放不下的人 永远在是非当中徘徊 所以学佛的人 有智慧的人 应该懂得怎么样来消除 这所有的自己心中的障碍 怎么样让自己的心变得无挂碍 要心无挂碍 无挂碍 要懂得拥有智慧 一定能够战胜人间的所有的烦恼 所以学佛的人 永远看得到未来 永远看得到前途 永远看得到光明 那就是我们的智慧 所以当你看到的困难烦恼 和忧伤和嫉妒 那你就拥有的 这个负能量在自己的心中 久久的不能磨灭 让自己心 藏生在痛苦之中 所以能够排除痛苦 排除万难的人 就拥有了精进的智慧 就拥有了忍辱的毅力 就会懂得什么叫守戒 就会懂得怎么样走向光明 远离黑暗 今天白话佛法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